全身戴著口罩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 十六號晚間召開臨時記者會 說明最新疫情 顯得有點疲態 還時不時有咳嗽的症狀 時間拉回四天前 四三號的記者會上 陳時中沒有戴口罩 但到了隔天 不論是在記者會 或是廣播節目上 陳時中口罩戴緊緊 這時他已經發燒 十五號上午 更發現自己有發燒的症狀 然後就一般的感冒 陳時中採檢後確定陰性只是一般感冒 但民眾好奇向部長做新冠肺炎篩檢到底需不需要自費 醫師分析向一般民眾有發燒或呼吸道 感染等症狀到醫院或診所看診 醫師認定有疑似症狀就會通報篩檢不需要付費 但如果民眾沒有符合症狀 但仍然不放心想要做篩檢 這時就得自掏腰包花上五千到七千元自費篩檢 事實上是不少錢 當然有些國家真的是便宜 但是台灣就是因為篩檢量台 因為台灣不是說有很多疫情 所以每次去篩檢的時候不會很多人同時做篩檢 那這樣對整個檢驗所來講 那麼他所需要的成本還是固定的 所以會比較貴 就讓我們看到說為什麼沒有照SOP來做 連部長自己都沒有照SOP 部立醫院的人員出現症狀沒有通報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如果要就醫 應該是在自己的醫院 或者是向衛生局通報以後 有衛生局安排就醫 他也沒有帳 他自己跑出去 好了 那第三個我們現在看他部長 你自己採檢 採檢完 你又去這個記者會 而且去了好幾天了 從採檢到現在已經去好幾天了 那這個SOP到底是怎麼樣 當初彰化線幫 當這一些居家檢疫的人 居家檢疫是相對比較安全的耶 那麼做採檢的時候 他其實就到中央訂的SOP這樣 都被罵得要死 那你現在部長 你自己沒有遵守SOP嗎 你到底有沒有遵守SOP 我覺得這應該專人祥 他是這方面的主管的專家 或是張上淳教授 他們應該要跟大家講清楚 部長這樣做到底有沒有照SOP 第一個你到底是公費還是自費 第二個你這樣子有沒有符合SOP 那有安全的距離 我也有戴好口罩了 那當然如果很多人不希望我出來講話 我也去休息一下也不錯了 不過自責所在 還是要適當的跟大家來說明清楚 好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那關於你剛才提到說採檢的這部分的話 那部長這部分是符合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這裡面的處理流程 所可以涵蓋的公費的對象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實驗室來做處理 陳時中發燒證實是用公費採檢 但一般民眾如果想要自費 高達七千元的篩檢費用真的難以負荷 陳時中也承諾會再檢討定價過高的問題 記者鄭仁宗 蔡炳宏 台北採訪報導 如果說不符合通報病例的話 是需要自費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 知道 沒有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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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檢測你有沒有得到新冠肺炎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知道 我不太清楚 知道 不知道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自費篩檢的部分 就是五到七千塊會不會覺得太多了 會 我覺得一千出我覺得我可以接受一千多塊 但五到七千我是覺得很貴 這個費用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因為健康的關係的話 覺得應該這個費用的話還是會自己去負擔吧 如果以我個人的話 這個價錢嗎 我覺得還好 所以你覺得自己是可以負擔得起 對 可以 我到七千 可以活一個月 對 有點貴 必要性也是要自費 那你會不會覺得價錢有點太高 確實有點高 可是國外的費用 也應該是比這個費用還要再更高 對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太貴了 對啊 因為得到疫情 不確定有沒有得到病的話 這樣收錢應該不是那麼好吧 五千到七千有點貴 如果是自己去篩檢的話 就是如果是這個階段必要的話 我覺得就只能去做啊 是負擔得起來 但是我是覺得有點貴 對 我覺得合理 因為為了要整個社區有好的安全 我覺得給這一點小小的成本 是沒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個費用有點高 對啊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都是有屬於健保體系的部分 對 那我覺得醫院就是醫師建議我們去做體檢 那就是檢查的部分的話 應該要實際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跟就是那個疫情的 跟那個那個病毒 到底我們的一個出現的一個症狀 到底是差異不同是在哪邊這樣子 是偏貴啦 但是對啊 畢竟關係著大家的健康 太多了啦 五千到七千 那個薪水都已經占多少了 對啊 如果說他在低一點兩三千 還可以接受五千到七千 有點太高